在经历了7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后,马达加斯加首都的局势8号比较平静,马达加斯加国内安全部长拉苏卢夫·马纳纳当天宣布,政府已经签署了逮捕令,要让那些对政治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接受惩罚,但他没有说明逮捕令涉及的人员名单和具体的人数。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8号决定,派科特迪瓦前外长非盟委员会其阿玛拉·埃西为特使,前往马达加斯加有关各方进行作商,并对当地形势进行评估。